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年第六號輕度颱風米克拉 在今天下午五點的時候 中心已經距離我們南方的陸地 大概只有260公里左右 它現在接近在東沙島的海面 暴風圈已經逐漸要進入台灣海峽的南部 那我們預估它未來這段時間移動的路徑 還是以向北通過台灣澎湖西方的近海之後 在明天的上午會逐漸進入中國的福建 整體來說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 還是颱風最為接近我們的時候 首先我們還是先來提醒海面風浪的狀況 我們預估在颱風逐漸接近之後 台灣各個沿海還有海面的風浪都會逐漸的增大 在整個東半部北部海面 可能會出現2到3米左右的浪高 另外在台灣的南端跟西南部的近海 可能會出現3到4米左右的浪高 所以提醒海面航行作業的船隻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再來是陸地的陣風的部分 今天下午到目前其實在我們的西南部的沿海 或者是基隆北海岸東 宜蘭花蓮這一帶的沿海 都有觀測到6到7級 局部地區有8級左右的陣風 另外澎湖的東極島也有出現8級的陣風 我們預估隨著今天晚上颱風的外圍環流 越來越靠近 除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澎湖將會出現10到11級的陣風之外 金門在明天的凌晨到上午之間 也有可能會出現10到12級左右的強陣風 另外受到台灣外圍環流的影響 在中部以南這些沿岸的地方 還有包含基隆北海岸 東北部沿岸的地方 跟馬祖 難難有機會出現8到9級左右的強陣風 提醒大家外活動還是要特別注意 再來是降雨的部分 今天下午呢 午後雷震雨發生的範圍蠻廣泛的 大家從雷達回播可以看到 今天下午的雨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颱風外圍環流 外圍的雲系帶上來 造成台灣的南部東南部 斷斷續續有震雨的情況出現 另外下午過後熱力的發展 讓我們中部以北都有明顯的 午後雷震雨發生 其中在雲林最大的石雨量 還超過了90毫米 那像中北部很多地方的石雨量 都達到了50到80毫米這樣的等級 那我們預估 這些地方的午後雷震雨 在入夜之後有稍微趨緩的趨勢 不過晚上之後的降雨呢 我們從定量降雨預報圖來做說明 好 剛才提到了中部以北 這些午後雷震雨的到晚上會稍微趨緩 不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凌晨 隨著颱風外圍環流逐漸接近 由東南風慢慢轉成偏南風上來 除了台東包含了台灣的西南部 就從雲林以南地方的降雨 會陸陸續續的繼續的增加 那到了明天上午這段期間 除了台灣西南部的降雨還是持續之外 澎湖跟金門也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出現 等到了明天下午整體來說 颱風慢慢在遠離 降雨的情況有稍微緩和一些 不過明天下午還是要留意 午後伴隨一些熱力作用 南南會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所以整體來說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半天 在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下 我們預估整個南部 東南部還有澎湖以及金門 都容易出現短時的大雨 或者是短時的豪雨 一定要特別注意這樣的雨勢 那另外沿海局部的地區 也都容易有強震風 尤其比較接近颱風環流附近的澎湖跟金門 一定要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半天 一定要特別留意強風豪雨的狀況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動態說明 開口就好 我們下午後先之後 又說一頭 我要做雨勢 如果衝動啊 那個衢充 第二天 我們下午後就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